小明端继续EIGIP的相关内容 三连克老师给介绍了EIGIP的一些基本配置 下面大蓝的EIGIP有很多概念 不知道你掌握怎么样 一个是它三张表 三张表 一个是邻居表 一个是托付表 一个是路由表 也就是EIGIP它是高级距离矢量路由协议 有的时候我们又把它叫平衡混合型的路由协议 就是它也有跳速的限制 但是它跳速限制最大是255条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去配置 像它这三张表 就是明显的链路状态路由协议的特点 当然这些课老师给你介绍一下EIGIP 它连续都不属于 还是说 有的书记上把它叫做距离矢量 归到距离矢量路由协议 这个也没有明确界限 因为书记介绍的都 规法都不是那么统一的 就把它 也别把它归在距离矢量 也别把归在距离练路状态就成 它两种路由协议的特点都有 当然这三张表 是链路状态路状态路由协议的 一个显著特点了 跳速那个 它不有跳速限制吗 距离矢量不通过跳速来限制吗 EIGIP也有跳速限制 它最大值是255的 255 对 最大值 当然 以后我们讲OSPF OSPF就没有跳速限制了 它是练度状态路由协议了 除了这三张表以外 三个老师还给你介绍了 几个术语 这几个术语 一个是后级路由协议 咱们看看图 也依据这个图来 咱们打开这个托普图 虚拟机里 小很多 当然这个托普图的特点还是根据我们以往的操作一样 这个一和二之间是一二网段的 这个接口就是一 这个接口就是二 这个二和四之间就24.1.1 这个点二 24.1.1.4 这个我在这个托普图里没有打 比如相对于这个 黄尾口这个IPT就4.4.4.4 是吧 假如这个阿姨相对于这个 如果对这个4.4.4.0 这网段 对阿姨来说 它的这个 色格塞测是哪个路由器 但色格塞测和和这个 后级路由器 色格塞测或者是这个可行后级路由器 非的色格塞测 都是指的是路由器 指路由器 咱就以刚才那托普图来说 嗯 老师要你判断一下 相对于这 这这面这个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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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个 网络 对阿姨来说 阿姨不要往这个 网段走吗 对 它的这个色格塞测 就是可行路由器是哪个 应该是R2 是吧 R2 可行的 也就是它正常的情况下 它会走R2的 走这条 对对 当然它有算法 为什么走这条 老师通过算法给你看一看 嗯 嗯 那 Fillable色格塞测呢 是哪个 那就是R3 对R3 是不是 一旦这个 这两个接手 这条链路断的话 它会走R3的 嗯 你就可以把那个可行后级路由器 当作一个备用的路由器 对 备用路由器 这个猎入出问题 它走的那个路由器 就是可行后级路由器 就是相当于备用的这个路由器吧 嗯 是吧 对 另外一个就是可行距离 啊 另外一个就是被通告距离了 好 还是拿这个图来说 可行距离 它到这个网段的可行距离 FD 就是啊 这么远啊 这么远 嗯 就是从R1 等等下于 这段加这段距离吧 是吧 嗯 这是FD 那AD呢 是不是它邻居路由器通告到这个网段的距离啊 对 啊 这段就是AD吧 嗯 所以说这几个概念能搞懂了 一会儿老师再讲解这个 他这个算法的时候 就比较好理解了 现在这这几个概念没什么问题吧 嗯 当然了我们以前讲的RIP路由协议 它这个啊 这个Metric是用什么来读量的 嗯 跳吧 嗯 跳吧 RIP Metric啊 就是hop啊 跳吧 嗯 Metric就是读量值的意思 读量值啊 就跳 最大的多少条不可达啊 16条 16条是吧 嗯 有个跟16条有关的 就是那个路由读画嘛 是吧 这个路由条目在这个啊 在这个网络环境一旦达到16条 它就啊 标记上不可不可达了啊 嗯 这路由器隔一段时间就会从路由表中删除了 对 下面咱们看看EI加RP的这个算法啊 就读量值 它的读量值比较复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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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讲这个EI加RP读量值之前老师给你说一下这个IGRP吧 因为这个EI加RP它这个全名叫什么来的 叫啊 增强内部网关路由协议是不是啊 它是从这个IGRP来的 对 IGRP它都是这两个协议都是谁开发的 四颗开发 对 它是所有协议是不是 只有四个路由器可用 因为这个IGRP现在几乎都啊 很少用了啊 嗯 所以说增强性的 现在都用增强性路由器了 嗯 我们讲的时候就直接从EI加RP来讲啊 它这个算法叫DUAL算法 就是扩散更新算法 它的度量值有这几种啊 我们看它的度量值 嗯 咱先看看这EI加RP和IGRP的比较吧 嗯 嗯 上远科好像简单提了一下这个 啊 EIGRP它的算法啊 是256乘以啊 乘以它这个链路带宽的取啊 怎么个去法 比如它到一个目标网络经过几段 这带宽取什么呀 是最小值吧 啊 是不是啊 整个带宽里面的最小 比如有有到目标网络有三段 一个100到一个10到一个64K 它取64K来衡量 对 是不是啊 延迟呢 这个各个网络延迟的总和 是不是啊 对啊 这这个是默认情况下 这个EIGRP它对度量值是选择带宽和延迟啊 但这个它都是从IGRP来的 我们萨迟克老师还记得你还问老师那为什么乘以256对是不是啊 嗯 因为这个EIGRP使用32位32位32个比特来来处理它这个一些路路信息的 IGRP使用24位 嗯 差几倍 差8位 8个比特倍 8个比特倍最大的是多少啊 256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乘以256就是它为了兼容这个IGRP啊 为了兼容这个啊 大家现在啊可能有很多老的网络用IGRP 如果你要升级到EIGRP的话啊 这个路由算法时间就要乘以256了啊 嗯啊 下面咱们就以EIGRP来讲解这个啊 这个 它这个度量吧 其实这个EIGRP和IGRP的度量都一样了 对 都是一样了 都是取啊 这几个选项啊 第一个选项啊 嗯啊 这这点写是IGRP啊 EIGRP和IGRP是一样的 其实只不是在IGRP之上乘以256 256 哦 默认情况下啊 默认情况下 就是路由器你配置完路由协议之后 默认情况下是 它这个度量值是选择带宽和延迟的 哦 带宽和延迟的 嗯 也就是正常 默认情况下啊 这个度量值等于256 EIGRP的 啊对 EIGRP的 嗯 乘以 嗯 带宽 带宽 带宽这个是 链路的最小带宽吧 对 这个代表最小的意思啊 嗯 加上这个延迟嘛 整个链路的 对 整个链路的啊 目的网络的啊 目的网络的一个啊 整个的延迟啊 嗯 啊 他这个应用先生有点印象 带宽吗 延迟 负宽 嗯 可靠性 MTO 啊 当然这这这这几个参数都和接口有关啊 都接口下的这个一些参数都我们都可以通过手工去配置了 嗯 带宽延迟 就是负载可靠性和MTO啊 当然了我们在那一阶段就建议这个使用它的默认这个度量值就成了啊 默认度量值 默认就是256乘以它这个啊 这个链路上最小带宽 啊 加上256乘以它的延迟 这整个链路的一个啊 所谓网络的那个延迟的总和啊 嗯 下面答案就以具体的实验看看看看它这个啊 这个度量值的算法好吧 啊 那个IGRP它的度量值是多少啊 也是这些啊 也是也是这也是这几个选项 啊默认也是这两个 IGRP默认也是这样 对 只不 如果这个整个这个网络中既有IGRP又有IGRP 它这个IGRP再转换成IGRP的时候再乘以256就可以了啊 为了兼容吗 啊 如果我都跑到IGRP的话 那也要乘以256啊 也是乘以256 对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兼容这个啊 好 下面咱们进入这个模拟器啊 进入模拟器 现在老师这个网络环境已经弄好了 弄好就是没有配 那 brace 这把EIGRP 再重新配一下啊 嗯 重新配一下这个把算也各这个 EIGRP再书一书去 现在基本网络已经通了 老师已经测试完了 咱们配置一下这个 配置一下EIGRP协议是吧 对 这个EIGRP和IGRP 就是他们那个区别在哪 EIGRP是从IGRP来的 没有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在 增强了那些功能 或者是 增强 这个应该是 就是一些高级特性吧 什么 当然它一般的 EIGRP有的 EIGRP都有 比如它三档表什么的 只不过就是度量值 度量值改变了一下 变成256了 其他一些高级的功能 区别 你要是非得问它 到底有什么区别的话 咱看幻灯片吧 幻灯片 看看这不有它的比较 刚才老师跟你说了 度量方法 一个是三二 这个度量值 计算方便 它不有256位 这个主要区别 就是这个 EIGRP 这个处理数据位数更高了 更高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收编速度 一个路由 路由协议的好坏 主要看什么 看它算法 看它收编速度 越快越好 对 就像RIP的话 你可能几分钟才收编完成 这路由协议肯定是不可靠的 是吧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EIGRP 是无类路由协议 无类路由协议 无类路由协议 它支持什么 VLSM CIDR 就是可变成4LM EIGRP是有类的 而且EIGRP和RIP都是有类路由协议 通过广播发通这些数据表 路由信息数据表 EIGRP是无类的 通过组播 是224.0.0.10 是吧 这是目前 它们两个的主要大致区别 就在这张幻能片上 IIGRP IIGRP是无类的还是有类的 IIGRP是有类的 使用广播 它不支持变长自网M 它和RIP V1的版本一样 对 这点类似 只不过它是私客私有的 私客私有的 都不支持那个 对 都不支持这个VLS 可变成自网M 哦 EIGRP它支持 对 可以这个自动汇总嘛 你把这自动汇总一关掉的话 你这个M是多长 它就给你这个显示多长 在路由标里面 是吧 嗯 这是它主要区别啊 嗯 好 下面咱们还回头看看 这个先把这个东西配上啊 咱就对着这个上面的表吧 嗯 进入全局配置模式 嗯 在配置EIGRP协议的时候 第一步是什么 先进入这个开启这个路由进程 这个进程 后来的EIGRP后面号是什么号 是那个区域 AS号是不是 对 如果这几个路由器想交换信息的话 这个AS号是必须一致的 嗯 啊 完之后 把这个如果是你这个如果是有自网的话 最好把这个自动汇总关掉 嗯 不然的话它会汇总到主类网络 如果你把这条命令打上之后 你即使你通过这个啊 通过网络的时候是主类网络 你的子网信息也全能识别 好啊 如果你这这条命令不打的话 比如你通告是主类网络 它就 它识别出来了 啊 这个子子网信息了 完了 Network啊 这个是咱们就1.1.1.0 用这个法言码吧 是吧 嗯 当然你可以也可以啊 这个通告的三种方法 老师也暂时跟你说 一个是通告主类网络的 啊 一个是通告子网这种方式的 嗯 另外一个通告接口的 是 这个法言码都是零的 那通通告接口的啊 啊 我也可以直接写上 四个零是吧 啊 后面这个可以可以啊 那你前面的这就必须是固定IP地址了 比如12.1.1.1 零点零点零点零 这也可以 就是通告某 这是更更更详细的了 比如说 你你这个路由性 有有一个其他接口 34.1.1.1 它就不参与这个 啊 EIGRP这个路由协议的计算了 这是通 这是通告某某个具体的接口 啊 这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通告主类网络也行 啊 还有一个 这块是13啊 13.1.1.1 1.1.0 啊 就通过子网的吧 是吧 嗯 这个这边就完事了 R2 黑色的啊 也就是R2P 这后面一定要一样啊 嗯 2.2.2.0 我们比如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这样 都可以啊 嗯 2乘是12.1.1.0 0.0.0.255 4.0只通告的是一个IP地址 对 IP地址啊 它有没有通告那个2.2.2.0 这个网段 没有啊 比如有有2.2.2.3的地址 它就不会参与这个 呃 参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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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路由协议的 啊 所以这个是最详细的一种通告方法 嗯 如果这个路由器接口都想参与这个 啊 EI加IP地路由协议的话 你这种通告的话就相对麻烦一些了 是吧 嗯 另外一个是 现在是R2哈 12 另外一个是 24 嗯 1.1.0 0 0.0.0.25 完了 下面23呢 对 0.0.0.25 你看咱们在敲锅的时候 你看这个临界关一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是不是 哦 对 这个已经完事了 吧 1.2.3.4 好 下面 no.out summary 啊 嗯 这R3 EARP1 R3是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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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0.0 啊 完了是23.1.1.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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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我这13.1.1.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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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嗯 稍了 我再握啊 Ctrl A 到头是吧 对 来 就是以前学的东西得用上 这个已经三个全完事了 嗯 也就是你这 no out summary 打不打 一会你看它路由表 老师你有经验的话 一看就看出来了 嗯 啊 EARP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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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嗯 嗯 24 24 25 25 啊 no 你看 邻居官一马上起来了 然后看一下 这那个 就是它的收敛比较快 嗯 它从R1上看 是吧 收IP Root EARP 你看现在是咱们一共是多少个网段 加环境口 二一张 还是 所有的 整个这个这个这个网络上有多少个网段 加 你数一下这个 两个路级之间就一个网段 买一两三四 加加四个环境口 再加四个环境口 八个网段 是吧 啊 收IP Root EARP 咱看看 这个 比如咱看R1上的路由 是有三个本地直连的吧 对 加一环境口 那 你 EARP学到的应该是几条 几条路由 五条啊 是不是应该是五条呗 是吧 嗯 咱们可能看的 这个 这时候可以放 全 全那里 啊 最大化的一个 床口 最大化它也是串行了 啊 一两三四 看一眼看 看 啊 这个 EARP 这个以什么开头 它这个标志 第一 是吧 第一开头的是吧 第一两三四 这不五个吗 是吧 JD 老师说过吗 嗯 说 IP Root 后面是 你想看什么路由 你给出这路由的名吧 是吧 这前面应该有啊 直接说 IPRoot 对 说IPRoot 就看出来了啊 他就要给你体现这个 C代表什么 S代表什么 这位老师跟你说 我们说 D就大关系 D代表 EARP 嗯 二上 四个之联的 EARP学到应该是四个 对 这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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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击动半天了 应该是全学到了 这个五秒钟左右嘛 就就就啊 全网就是同一字了 数据会马上一字 嗯 是吧 对 看看路由表上这有个值吗 前面这个值 九十 九十是什么 能说出来吗 是在那个度量值吗 九十是度量值吗 以前老师讲那个浮动静态路由的时候 跟你说过吧 嗯 看 先看 现在四上应该是 应该是六个 学到六个是吧 两个值连的嘛 对 一两三四 没问题吧 是不是 你现在随便拼 拼哪个介绍都可以 没问题 都能拼到 R1上 R2上拼 R2上拼 哪拼都行 你随便拼 拼一个网站 拼一个IP地址 是吧 全网可达了 现在 对 已经配置完了 咱们现在就从R2上来吧 R2 因为R2这个连的网站比较多 嗯 咱就看 刚才那个90是啥意思了 好 90是什么意思 啊 收IP 入 BID RP 90是什么意思 老师给讲 这个值 好像是吧 这个 设置静态路 IP 入了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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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REP好像是120 对120 这叫什么来的 这个叫那个 优先级 啊 啊 啊 的 main 那次 treator 这一次 啊 对 今天路由是1 是吧 对啊 那这是什么呀 这个不能忘了 这很关键一个东西啊 以后接触这个网络比较复杂 说一个路由器可能不止用的一个路由协议啊 嗯 比如R2可以用 EI级 R2可以用 它通过不同方式学到很多条路由条目啊 到一个网络通过R2学的好还是通过EI级R2好啊 你这时候看啥啊 肯定看管理距离的 管理距离 对 你不可能你R2P学到也走 EI级R2学到路由也走啊 它只能走一条路由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管理距离很关键啊 这个 AB还是 对AD 这不首字母缩写吗 嗯 啊 这个 嗯 R2P的默认管理距离不120吗 嗯 这个管理距离不就90吗 这个EI级R2P 就数越小越好是吧 嗯 当然越好 直连的多少啊 1 啊 直连多少 不是1 啊 是1 老师一问的话不敢肯定了是吧 啊 直连是直连是1啊 直连是1啊 有个是0 哎 直连的 嗯 咱是不是1 咱看一下就行了啊 嗯 所有的吧 看所有的路由是吧 嗯 直连啊 直连 哎 这 直连还没没没显示 你看呢 嗯 直连的还真没显示 好 直连的能是1吗 直连的是0了 静态的 静态路由是1啊 啊 直连的是最右路由嘛 对 直连永远是最右的啊 直连的是0 对 静态路由是1啊 静态路由是1 R1P是120 EI加R1P90 啊 以后要学的OSPF是110 啊 120 下面这个 这个是美 比如咱们从R2上看嘛 看R2到这个网段嘛 嗯 啊 从R1吧 R1到这个R1到这个 R1到这个网 咱不走太远 走太远的话 咱们计算的值还还挺挺挺麻烦的 还多加一段 咱就从R1到R4这个网段怎么样 R4.1.1.0这个网段 是吗 咱看这个啊 从R1走 咱上R1上看 R1 R1到R4.1.1 这个吧 30702 是不是啊 啊 对 这个就是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固扬值 对啊 Metric值 Metric值 啊 啊 它怎么计算呢 默认情况下 啊 你看看 这个EI加R1P啊 啊 度量 Metric 这不EI加R1P这个啊 这个度量那个权重吗 有五个值 看到没 哦 对 这有五个值 老师说啊 刚才给你介绍了这个 EI加R1P的度量 是哪 哪五啊 嗯 那个 跳数 还有那个 啊 跳数 EI加R1P 跳什么 不是 那个 啊 带宽延迟 负载 可靠性MTO 对 老师说默认情况下 有哪两个啊 就用带宽和延迟 带宽和延迟 是不是啊 也就是在这个 EI加R1P里 每一个啊 它都有一个权重的 用K值 比如带宽就用K1来表示 嗯 啊 负载就用K2 延迟用K3 它有相比定位值 咱看刚才这个命令里面 看到没 对 K1K2K3 这个K1代表带宽啊 嗯 K3代表延迟 啊 K2负载 你看这个老师说默认情况下 EI加R1P 它的度量值算法 是不是只用带宽和延迟啊 嗯 是不是啊 你看它一 它是零的话 你零的就没有 对 没意义了啊 没意义了 当然这值可以改的啊 可以改的 啊 建议 老师建议别去改啊 因为改的话 这个路由计算肯定很复杂 也消耗了很多这个 啊 路由器的资源 哦 当然我们进入这个这个啊 EI加RV进程里可以改这个值啊 可以去卖卖 诶 都没进去啊 啊 Root Root 差一个R 它就进不去啊 就就有1了 看着呢 看着呢 我们可以去改它的值啊 嗯 度量值什么的 1什么00之类的啊 在这里可以去改啊 这个我就不去改了啊 没了 默认的是可以改的 你知道这个这个值可以改的 嗯 默认的是带宽延迟啊 下面咱们回来看一看它这个怎么去计算这个度量值的啊 你看默认情况下这都是英文的啊 呃 老师建议你们要是你多最好多看看英文资料 如果你想考试的话 嗯 因为考试的时候全是英文的英文的内容 哦 这不默认的情况 也啊 EI加PCMAC值嘛 嗯 啊 等于 贷款 是啊 所有链住上啊 这个贷款最低的这个啊 那可能 小明 可能你会问 那老师这个咱以当当前这个为例 这个阿姨到这个网啊 到啊 到啊 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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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嘛 我们的链路这个贷款是多少啊 是不是 对啊 你可以通过接口命令去看啊 可以通过 因为这路外零是一个接口了 通过这路外零接口 出一些连一个网段嘛 是不是啊 咱们可以看看 比如说这个 某啊 记住这个度量值都是接口的定义啊 都是接口的 比如说你从这个 从从这个啊 R1到这个2.2.2.2 是不是经过啊 啊啊 经过这个色色色色吧 这个 后续路由 对后续路由器嘛 嗯 走他吧 这个出来的时候是从这接口来啊 你算这出接口就行了 往来到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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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网段到路破零啊 出接口算两个出接口了就行 如果到这个路 到R4的路外零 你就这几个几几几几条了 这这这这是一段是吧 嗯 他出接口再加R2 再加这个路外零来 咱们算短点的 别算太长的 啊 咱看的那个度量值能不能匹配 这个就是啊 咱算一下啊 嗯 只算那个F0.0那个接口 还是说也要看一下F1.0那个接口 0.0出接口就成了 他不是在同一个网段上吗 啊 一般看出接口就成啊 啊 我就想就是说 如果F0.0是百兆的话 然后F1.0它是十兆的话 你这个问题 老师给你解 其实啊 这个 应该计算的时候 建议是看的出接口 看出接口 其实 说白了 你不看对 看对面其实也成 对 也 链路的对端也成 啊 你想想链路对端 这边这百兆 那边是能是十兆吗 对啊 他那个样是吧 对啊 他肯定是相同那个相同的代款 才才成啊 相同代款的话 延迟应该 如果你默认情况下 肯定是一致的 是吧 所以这个 老师建议你就计算 说用出接口就成了啊 这边 从LOOF0出去的 嗯 就是咱们看到的 不是他那个物理上的 那个网卡 转速 转发速率是吧 而是说 自动调整以后的那个 啊 他有默认值的 当然我们这可以手工配置 咱看一下 嗯 咱们上这个模拟器里看一下 啊 比如啊 从F0-0结果出去 对吧 啊 收interface F0-0 给他画啊 MT有没有 一千五啊 是吧 这都是默认诀啊 MT就是那个 好像是什么 最大传染单言 啊 对 最大传染 这不是我们的度量 也不得有嘛 五个选项嘛 是不是 这在结果下都可以看到 嗯 但是 你这个ERARP这个计算 你可以言为去控制啊 默认的是贷款延迟啊 老师 既然你在NA阶段 你就用 把默认的搞名为就成 嗯 什么负载 什么可靠号性MT 就比较复杂了 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MT 有个默认值吧 对 贷款百道来看看呢 啊 是100兆吗 啊 对对对 延迟 100 嗯 这个是 啊 啊 好 毫秒 啊 V秒 啊 100毫秒啊 100毫秒 因为MT能表示100毫秒啊 是吧 有啊 这可靠性 255 是吧 啊 这个负载 收的负载 接的负载 这 这里都有相对应的参数 默认的参数 这个这个参数 我们可以配置的啊 像接口下配置 interface 比如刚才F020吧 进到F020里面 嗯 啊 比如说 啊 负载 贷款吧 看可不可以配 哦 记住啊 这个我们在协议计算这个贷款 这现在我们是100兆连络 咱做拓扑的时候 小明都知道是 F发了一个NAT 是100兆的 是不是 他默认的就100兆 我们配置这个贷款值 它跟实际 配置贷款值 不是实际的贷款 默认下是实际的贷款 比如我们配置 你看这值 我配置1万兆成不成 成不成 你看 你看这贷款值不是 这这么多呢吗 对 所以这个配置贷款值和实际贷款值 有可能是一致吗 嗯 不一致吧 啊 所以说这个贷款值 记住啊 这个值是这个在路由计算 说这个一个参考值 哦 它和实际贷款有可能不一样 目前情况下应该是一样 刚才100兆这个就显示100兆 这显示100兆 对 如果你想人为的去控制这个路由协议的计算的话 想改改改改改变它某个材数 可以这么去看 是吧 但那个他实际贷款的修改 比如10兆和百兆 有应该有个有个代款页可以修改吧 有双弓模式在接口下 单双弓 DUPELEX 可以改啊 单双弓模式 是吧 半双弓全双弓 哦 还有他这个速度 是吧 10兆100兆 这都在接口模式下看到没 嗯 这你用这个命令改的是10亿的速度 嗯 比如我现在默认不100兆 我改成10 它就变成10兆了 哦 所以说你改半的位置这个代款啊 只是一个路由计算一个参考值啊 默认情况下和实际的应该是一致的啊 哦 对 这个我们就不改了啊 这你其实知道这个的半的位置是啊 是一个衡量值就成了 嗯 这代款啊 你看这个计算代款的时候 他这个麦设格值要注意要用10的7次方除以他这个除以代款值啊 10的7次方除以代款值啊 10的7次方除以代款值啊 也就是他这个麦设格值啊 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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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7次方除以代款 除以他接口上他不会有参数了 代款比如100兆是你手工配置多少 啊 就咱们目前这个默认情况下等于啊 256 可能延迟呗 嗯 延迟也等两个综合了啊 这代款是10的7次方除以代款 不能直接是 是 这个 就是这个算法 他规定了 这么规定了 但 也就是 他的啊 代款越大 他这个麦设格值越小吧 就是麦设格值越小 这个路由度量 路由度量越好 哦 是吧 嗯 乘以256 你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 啊 这是代款啊 嗯 在这 10的7次方除以这个代款啊 乘以列路上这个代款嘛 对 10的7次方 差不多了啊 下面咱们代款值了 值了吗 对 两链路中全最低的 嗯 啊 咱们看环尾口代款没多少 你可以可以人为去修改 咱进入环尾口 其实就是我修改了 假如我就买个100兆的房卡 是吧 然后我修改成就是1000兆 然后 那他实际还是转1000兆是吧 对啊 他那个路由 路由的度量就按1000兆来算了 啊 就是这些参数 默认情况下不还是100兆吗 啊 虽然你能最多只能转1000兆 但是我算的时候 我会把你当成1000兆来算 对对对 这就是啊 当你人为去控制这个路由条目 路由选择 然后可能 这代款值可能会手工去改啊 一般的 如果你不想人为控制的话 你用默认值就行了 对吧 嗯 路和back0啊 show interface 你看路和back0的默认代款啊 看多少 这是 8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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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8D 路和back0 默认是8D 看到没啊 啊 每个接手的延迟也可以改啊 这每个参数都可以改啊 你看延迟这个 我就想不明白 你看他这个 他的值是多少 V秒 10倍的V秒 看到没 这不写上去吗 比如 咱看啊 这这这延迟是 V秒的单位啊 老师说一下啊 嗯 毫秒 有一个毫秒 秒 秒完之后毫秒 毫秒这个啊 他的全程应该是 millisecond 毫秒啊 就是一秒等于十的三四方 就一千毫秒是吧 对 完了还有一个微秒 然后一毫秒又等于一千 对 它是三进制的啊 微秒是 千进制的 是吧 反正又有啊 找mill可能挺费劲 嗯 像这里应该有这个啊 就是他那个 这个西大森 这里有个谬 是吧 啊 这个是吧 这是谬秒 我们把它叫微秒 啊 这值得就行了啊 嗯 这就是也是一毫秒等于十的三四方 啊 微秒吧 嗯 你看 我们在接口下 看看 他现在是 是这个 五百微秒 看到没 嗯 如果你想啊 把了把把的设成 这个比如把这个啊 这个还手的一个延迟设成 这个十微秒的话 你这会儿打打成打什么 能打十吗 你看他这个 可是十倍的微秒 啊 比如我就把他接口延迟设成十微秒 十微秒 那十微秒 他他这个这个设断 参数要乘以十的变成这的参数 啊 那就 你这我打完之后 你说这个我们看这个接口 这块应该变成什么 我如果我能打成十的话 这块变成多少 它是十倍的微秒 十倍的微秒 咱这么说吧 假如现在我就想把环维口的这个延迟设成 嗯 啊 设成这个 一百微秒吧 你说这块得打多少 这可是十倍的微秒啊 啊 后面参数是十倍的微秒 我这想想把这个延迟设成一百 这块也要打多少 嗯 一 能打一百吗 一百一百之后的十倍的话 这变成多少了 你应该打二十 啊 二十 二十 嗯 咱打一下看看吧 嗯 假如想把延迟设成这个一百 行吗 嗯 你打完一百之后 你看能看得变成多少啊 嗯 看变成多少了 是不是十倍的关系啊 没太明白吗 嗯 延迟啊 我这延迟默认的是五千啊 五千 刚才咱打 我刚才打了一百 他延迟变成一千 一千啊 也就是你你这个延迟输完一百之后 他就乘以十的变成这的参数 也就是他计算的时候 不是以这个来计算这个路由度量指示 嗯 是在这数除以十去计算他的度量的 就是他十倍的怪 十倍的微秒吧 对 这延迟计算的时候 记住不是用这值 用这值除以十去计算 嗯 咱们还改成默认的吧 默认不五千毫秒吗 嗯 就是说啊 计算度量时要用五百 这也才十十倍的微秒吗 是吧 他的微秒是五千微秒啊 要计算度量要除除除除以个十 变成五百 这数五五百呢 对 完了我们看的时候 他他他他这个啊 延迟才是五千秒 这这你看你写的明白 十倍的微秒 这是十倍的微秒 那咱数啊 咱数的是五百微秒对吧 不是十倍的五百微秒 这不十写的吗 十倍的微秒吗 嗯 你这五百的话就五千微秒 哎呀 五千的话就五万微秒 你看我咱打五百之后 再回去看他那变成五千微秒了 是不是啊 这话啊 但默认也是五千微秒 这有点不太好理解 是不是 怎么意思 就是这是微秒啊 十倍的微秒啊 看这啊 这是微秒秒m 他的他的他的他跟那个前面那个全称 还不一样 对啊 老师没打这个全称啊 微秒的全称是吧 million second啊 这是微秒啊 那前啊 million啊 是吧 macro macro啊 macro macro啊 这是微秒啊 这微秒 往那缩写写上这个啊 这个老师都呃没问题的上网验证过啊 嗯 这是毫秒 就是十的 一个是十的三四万 一个十的六四万啊 啊 也就是这块 我们设延迟的时候是十倍的微秒啊 啊 默认他不五千微秒吗 你 那我打个五百啊 再乘一十就是 对 他系统自动会成十的 我来在在他接口是体现的啊 也就计算的时候 他是用我们输这个值来计算啊 啊 输这个值来来来来衡量这个 这个值 明白了好 下面咱们就 这两个没问题了 这两个 这呃 这个带款和延迟 嗯 是吧 对 256乘以十的七四万除以 他这个带款是 k k 啊 这个签字节啊 啊 签 kbps嘛 嗯 啊 10的七四万除以 k那个 接口下的这个 比如是 100 100兆的 你化成kbps 嗯 完了之后 嗯 这个 延迟 就是 连线路上去 好像计算一下啊 嗯 计算一下看咱们跟这个路由表上的如果比较那个值比较的话就就没问题了吧 嗯 咱先看看 说ip eigrp 这其实都 啊 打打反了啊 root eigrp 嗯 到老师刚才就去到哪个例子 到啊 到黄尾口的吧 啊 行不行 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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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这个吧 是不是啊 对 156160 是吧 啊 现在这个 迈这个 记住这个就是FD的值 其实啊 就是FD的值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啊 他这个拓扑表 说ip eigrp 看他脱扑表 看 比如到刚才转到2.2 2.2 说1156160 是不是啊 也就是啊 这个啊 eigrp 他的诸良值 其实就是就是他本路由器到目标网络这个距离吧 就是他的FD的值 哦 就是FD的值 卖这个值 嗯 好 下面咱们算一下 看只要和他匹配就证明没问题了 这个 是156160吧 咱们打开一个 到这个 在这里算一下吧 2的 到2.2 2.2的网段啊 156160吧 看看 156160 156160 60 嗯 那咱算算一段一段算吧 他说 呃 从这个 乘2 从这个R1对F0结果先算这段的这个 那个选代框的话 这是100兆的 嗯 莫认咱们没改 嗯 啊 这是这个8G的 那就选哪个啊 选100 选100兆这个吧 是不是啊 啊 那等于 256 嗯 乘以10的7次方 啊 7 除以 100兆 100兆得换成KBPS吧 啊 那加三个零 加三个零 啊 是吧 嗯 啊 这代框没问题吧 嗯 看老师弄不弄错啊 弄错 结果一两三四五六七十的7次方 除以 啊 100兆啊 没问题 嗯 这是代框了 选最小链路的吧 说8G呢 不用管了 回口 延迟 延迟等于啊 先算一个链路的延迟是256 咱先看看这个以太口的延迟是多少吧 啊 是吧 F0-0呗 F0-0呗 延迟100呗 啊 是不是100是吧 那延迟就得等于啊 256乘以 那就乘以还能乘100吗 就得乘以10 刚才不说10倍的微秒吗 啊 计算是不得用10吗 是不是 嗯 这个延迟加上 他出那出接口呢 他他在这个路败的里面从这接口出这接口也有个延迟啊 他5000吗 是不是 对吧 5000的话就得5000除以10吧 嗯 这10倍的微秒吗 是吧 对不对 嗯 能下面有没有 看 最最啊 这个带宽最低这个链路 F1-0的接口出去了 嗯 最小那个 最啊 最小带宽 那个是8G的 能选这条链路的带宽 对 因为这个EHRP规定 到目标网络 算所有链路 最小链路的带宽 嗯 乘以256 啊 这带宽单 计算是用10的细字方 除以他的实际带宽 另外一个就是延迟 两段延迟的核 乘以256 第一个延迟是100毫秒 我们除以10啊 他10倍的嘛 是吧 计算的时候 他啊 借口下 那个值除以10 再乘以256 那啊 还尾口的贷款是500 是不是啊 5000啊 5000再除以10 完之后 把这两项一相加 就是这个 从R1到2.2.2.2 这个FD的值吧 也就是他卖这个值吧 那加一下看 等不等 这两个 应该等吧 没问题吧 用6160了 是不是啊 当然 当你如果在计算的过程中出现 在乘以256之前出现小数的时候 要扯去 完之后再乘以256 不然你计算值有可能和这里这个啊 路由器里出现的值有可能产生误差了 这里面是啊 就比如有那有那个带宽不是正好100兆10兆什么的 有可能出现小数啊 这时候计算这个卖这个值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256乘以那个 10的其他方出现带宽 比如带宽是16 是不是就出现小数了 对 要把它取长 无论是大小都呃都舍去 再乘以256 其实这些都是NP里面的东西啊 这里面正常情况下路由器都是替你自己计算了 老师在这里就是给你演示一下看这值是怎么来的 嗯啊 就是涉及到的这个算法这块嘛 这就都属于NP的一个值 对啊 属于NP的东西了 所以说在NA阶段 但你了解一下也没什么怪物 是吧 你就记住带宽和延迟 延迟这两个选项 默认像K值呢 你可以不会改 是吧 嗯 你觉得他默认情况下用带宽和延迟 带宽选择到目的网络的一个最小带宽 做链路的 嗯 延迟啊 选择这个啊 那个所有延迟总和 所有初介组延迟总和 好 啊 这个数字 数字怎么来的 知道了吧 你可以回去啊 自己做个实验 用的拖铺图去去计算一下 嗯 到每个地 其实这个不就是FD的值吗 是吧 咱们看一下他的拖铺表啊 还有的是有两个选项的啊 到23点这个网段呢 或者是咱们说到这个吧 到24这个网段吧 从21 到24这个网段 21到24这个网段 嗯 有两条路 有两条路 更长景下 你看看拖铺表啊 看拖铺表 你看到24这个网段 现在是几条路 啊 到24这个是一条 有几条路啊 是不是一条 嗯 上边那个算吗 上边那个算吗 我看上边这 哪还有一个24 哦 没有没有 是吧 它24只有一条 对 我们刚才有个设计到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 这个老师关掉了啊 嗯 嗯 就是这个 F FD Fs 可行后继路由器 是不是啊 你说老师 这个他 这个应该是 一旦这个当掉之后 这 他没有可行后继路由器 在这个在这里 没体现出来 是不是啊 啊 这个记住 如果某一某一台路由器 想成为到某网段 这个啊 Fs 的话 要满足一个值 这个值就是 ad啊 他到目标网段的ad 小于 啊 这个主链路的FD 这个的主要目的 就是防止路由环路的产生啊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个是ad吧 啊 是吧 这是FD吧 你可以回去去计算一下 这个R3到这个网段 到24网段的ad 小明你可以下去回 啊 用完全突破 你计算到他的ad是多少 肯定比这个大 或是等于 所以他不会出现这个表 这个EI加P就这么规定的 ad小于 那个啊 第一个链路的FD的时候 才才成 才会成为这个啊 啊 可行后继路由器 哦 你看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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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你看到这个23 那个啊 从R1到23 到这个网段 你看有几条路 两条 有两条 这个后面 这个就属于 这个啊 啊 Fs了 你看他这个ad 小不小于这个 小不小于这个 FD 看到没 嗯 是不是小一 对 有两条路的 你都可以看啊 这里就一个的 有两条路的 啊 所以我们只要啊 12的1的1.2 这个 这个 这线路的 某游机后断的话 这 这个啊 脱步数据 这个啊 数据 马上会 啊 放到这个路由表里 哦 嗯 你所以说 这个也是ad 知识 你现在不了解 也无所谓了 你就记住 有一点了 如果想成为啊 F啊 想成为这个啊 Fs 可行后继路由器 的话 他到目的 目的网络 这个ad 值一定小于啊 第一条链路的 FD的值 才成 啊 不然他不会放到 拓扑数据库里面 嗯 这个这个ad 跟fd 啊 我还 就是一道 就是从图上 画一下 就是哪一段 小于哪一段 他才能出现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到 咱就以到24 这个网段来说 呗 嗯 啊 R3到这个网段的 嗯 有点 如果说 咱们不说 都从AE啊 都从AE R1走这条路 嗯 他的ad是 这个吧 是吧 他通告的这个距离吧 啊 FD是这个吧 啊 整个这个 FD是整个的一个距离 AD是 那如果走R3呢 R1 R1 呃 到R24 1 1.1.0 这往那 走R3的话 这个RD 是不是这个呀 AD 是不是这这段 啊 两个 嗯 那这 只要这段的距离 嗯 啊 这段是AD啊 总R3的AD啊 嗯 是不是啊 嗯 比这段小的话 啊 就可以 你看 你看 这个通过距离 和其他也没有纵笔 老师 就是感觉 你看通过距离 如果这段比 这段长 他过去了 过过这头了 这就是为了呃防止路由缓漏的产生啊这当然是AB啊这个NP里的东西了你理解不了的话呃也先先大致了解一下啊大致了解一下这个老师就是这颗讲的纵长时间主要是要你了解了解这个DUAL算法啊嗯嗯嗯它的度量也就是你想了解一个路由协议的话它的度量很关键的啊 这也没什么问题了 这也没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啊嗯 但EIGRP的东西老师也也就不多介绍什么东西了啊啊那回去你就做一个简单小实验了解了解了解那些概念好的也就成了嗯那EIGRP就到这吧好的 XD 好